歡迎來到1.3的DK局 2.2的BANGO 孟加拉拉改圖 大家好我是黑子 今天帶來是我們的R6打Under 兩位 世紀的老玩家嗎 Under其實那時候 剛來是在VLAM 然後後來轉到Volverly 可是你後來那個朋友也沒玩 我沒玩 他本來玩書組 還想要欺負我 然後那時候Under會用很噁心的 俄羅斯斷村醜男流 但後來證實 那招是個垃圾 我們看一下這一場 這個 1點鐘方向跟11點鐘方向 都是法國 一場法國內戰 法國內戰 地圖是UI2.2的孟加拉改圖 可以看到有一些女歐 它是一個沒有TP 的圖 所以 像這種需要TP的國家 就比較不吃香 不過我可以看到一開始兩個法國的刺頭 就打得非常激烈了 我們這個Under 紫色的Under 他D一開始就少了一個戰力 看起來是 唉唷 這直接打起來 直接被這個 紅色的法國看到 看起來連英雄也要死了 Under出師不力 本來以為可以趁這個R6沒有睡飽 看起來還是要輸 各種卡位 各種卡位 我們拉近一點看 好接近 不過還是這個 紫色的 紫色的法國 紫色的法國 紫色的法國拿到寶藏 紫色的法國拿到寶藏 我們看看兩邊的卡牌好了 等一下我們應該會看下去 我的 真正藝術的幹話是 不太髒智的罵人 然後讓你覺得心裡很不舒服 這張圖的寶藏大部分都在下面 所以下面的圖還是要趕快開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紫色的法國已經喪失了戰力 他沒辦法開圖了 打一個寶藏就直接倒下了 法國的Larry 開始在看下方的圖 看起來他應該可以找到不錯的一些寶藏來打 兩邊發的一樣的卡 只是時間點有點差距 這邊有這個 然後這邊呢也有這個 我們看一下兩個研發的時間 時間上也有一點差距 他會照成一些資源上的差別 不過只差幾秒而已 大象喔 這個大象其實是稍嫌小的 可能是一隻小象 這個大象模組做的還行啦 只是 角的地方有點偷懶 然後在這個模組當中其實是我們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 烈的 他這個拿取的姿勢其實是 把肉放到旁邊去 他就會消失 直接進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法國庫民砍柴的動作 也是蠻帥的 他們又開始打獵了 哇 我們來看一下 OK 兩邊都在吃囉 藍牛鱗 我記得也是後來新增出來的動物模組 之前好像是沒有這個動物可以吃 這邊有一頭野生大象 再來就要看兩邊的取向了 是要走 譬如說殖民開始開戰呢 還是要 兩邊都直升 但是對這個圖來說 搶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喔 中間的資源區還蠻多的 不過這一張圖的優點就是 其實手家也蠻容易的喔 家裡的礦區跟肉區 都分布還算可以 然後上面這一個 這個 這個斷崖喔 直接隔絕了上面被入侵的可能性 所以讓整個防守空間可以變得很小 就是進攻路線相對來說是被壓縮的 喔 這個 法國直接放了一個刺喉在前面看 看中間看這個 等於說主要進攻路線啦 直接可以看說對方裡面要 做一些儲兵之類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發的卡 來了解說他們是要走什麼 方向的一個打法 OK 因為法國帶著他的紅香兵壓到了這個紅色的家裡 我們就來看一下紅色的法國要怎麼應對這一波攻擊喔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兩邊這個村民的量的資源配置喔 所以算是小細節 這個 這個就是比看紀錄檔好的地方 因為他可以同時看到兩邊的整個採集 不用一直切換 好可以看到冰量的部分喔 我們看一下 這是產冰 那我們可以看到 似乎有人在卡人口 看一下喔 兩邊的火槍數量看起來有一點點的差距 唉唷 我們可以看到兩邊的船運也開始出現不同的走向 可以看一下他們已經開了科技喔 可以注意一下開了科技的時間 適當時代的時間有差 適當時代的時間有差 然後開的其他科技也有差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冰量似乎開始逆轉了 中間可能要開戰了嗎 這個選擇打法就會比較心機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應對 這邊會被包夾嗎 這邊會被包夾嗎 這邊拔起來了 目前看起來 紫色優勢比較大 喔 似乎逆轉了 現在是紅色佔優 這跟陣型有關係 我們那個 冰如果沒有好好的開開門 很難對射 這邊紫色打的算是蠻兇的 兩邊的冰量都堆起來了 是一場非常刺激的殖民對戰喔 喔 這個選擇也蠻聰明的喔 這樣強龍才有力 現在紫色的法國稍微佔一點上風 但也有可能隨時會被逆轉 這團肉喔 這團肉可能是 之後 非常 影響勝敗的關鍵喔 好 掉對射了 站在上面呢 站到一個射擊的最優勢 看完起來 兩邊目前是軍事 但這邊法國補了不少的武兵 所以不好說 火槍對射還是有可能輸掉 這邊賭場優勢 武兵開射 武兵亮一起來之後 那個效果就開始 出來了 反之的效果就出來了 降下去 紫色的法國應該要死了 後面有兵有起來嗎 要等後面這幾位 看有沒有兵 好 這一波會是關鍵 這一波是關鍵 這一波是關鍵 看操作 看操作 好 兩邊的馬都被換掉了 但是紅色的法國才會跟你 好 局勢顛倒過來了 紫色的優勢在剛剛進攻上高地的那一台 那一波就損失的有點慘重 上高地果然是個陷阱 噢 算是直接開打了 對 法國喔 兩邊都狂出火槍 看起來這個殖民又要僵持了 好 這波以前這個戰型 黃色比較好 紫色的兵 看他來了 但是 黃色的輸出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看看藍波單位的損失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出控兵上的差異喔 整體來說兵量是 看起來啦 看起來是昂得比較多兵 紫色的法國是比較多兵 他媽不是藍人的對決 他媽我出火槍他媽出什麼魯兵啊 在那邊 他媽 他媽不是藍人 然後這邊補了 96隻 不是藍人的對決阿6啊 不行 那裡這樣 你要全出火槍 你不能 你除了那個巴魯 你不能再出其他魯兵了 你知道嗎 這樣的話不能 這遊戲不是個公平的對決 就是我全部出火槍 你除了那兵塔那巴魯 你不能再出魯兵了 他拿700木能去出魯兵了啦 不能掛斃了 不行 而且他還多了一張步兵的生命值卡 所以他的兵還比你多了一點血 對啊 這遊戲不是這樣玩的阿 阿6 要全部出火槍 你知道巴魯可以拿來做一下輸出 可是你不能再出其他 就是那個魯兵了 不然他遊戲又不公平了 你知道 就沒看透 對不起 對對對 打法理是錯啦 這是紫色法國的卡 我們來看一下 紅色法國 那打法 打錯啦阿6 看到兩邊的卡其實差蠻多的 你不能這樣阿阿6 真的差蠻多 兩個塔真的差蠻多的 看你這三小 我本來想放防彈盾的 那個防彈盾我不知道是來鬧還是來鬧 好 這邊就落到這邊 我是黑一隻 我們下次再見